中美的博弈也要比国际上的影响力 那最近巴以发生了局势的升温 那当然现在有些好消息 比如说人质的释放等等的 但是国际上的影响力 中美又是两样情 习近平主席来看到最近又有说法了 他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国际日 纪念大会祝贺 那他也说赶快冲击巴以和台 要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 生存权跟回归权 不断的呼吁要大家重视 巴勒斯坦人的问题 然后王毅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时候 也说有一些发表谈话 主持正义 他说在战跟河的十字路口上 中国大陆为和平尽责 为正义发声 对话谈判是化解矛盾的根本之道 大陆也公布了解决巴以冲突立场的文件 有几点 比如说全面停火指战 确保人民的问题 保障人道主义的救援 加大外交斡旋 寻求政治的解决 那我想问一下委員怎么看 中美啊 然后美国现在布林肯又要去 跟纳坦雅胡见面 跟阿巴斯见面等等的 但是呢中东现在感觉 会觉得美国你都偏心了 美国偏心是意外吗 不是每天都如此吗 美国这一局 在国际声望上吃了大亏 中国在这一局里面 在国际声望上获得庞大的一个升级 在处理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 中国也许有实质上的获益 可是基本上很多国家会觉得 你中国太过偏过俄罗斯 会有这种印象 但是在以巴或以哈这场冲突里面 中国不只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站在国际政治上的制高点 甚至于站在国际声望上的制高点 全世界联合国现在几乎都是挺 中国大陆这边的 而且中国大立场一开始就表明了很清楚 第一个停火指战 第二个平民的生命财产优先 人道主义 所以他其他外交政策绕在这里面 那你无懈可及啊 你要说他哪一点不好 支持所谓的两个国家 共同和平相存 他第一个提出来 效应都非常的大 所以你看呢 这个穆斯林国家对中国 完全没有任何意见 而且是鼎立配合跟支持 相对的布林也跑去以色列干什么 就是希望要把最近的休战 他叫POSE或者Truth 能够把他什么拉长 对啊 拉长 现在有了多延长一天 还是不够了 希望一直延长下去 因为现在条件就是说 你只要持续愿意继续放人质 那我们停几天都可以谈 所以重点在美国是去给以色列施压 说我在国际上被打破头了 对不对 我国内也乱成一团啊 那你可不可以行行好 能够把这个 你已经控制了加萨的北部了嘛 因为加萨的都会区 基本上是在加萨走南北部 南部比较少 所以你控制北部了 那哈马斯要回来执政也不可能了嘛 那南部的可不可以不要有太激烈的战争 或者我们把停战一直往沿下去了 因为你以色列占领的北部 那个就是你的占领区嘛 也没有人把你赶走嘛 那停战的话就用人质释放为理由 我们拖下去 那现在手上大概还有将近200个人质 在哈马斯手上嘛 那如果是放一个人质一天 我200多天慢慢 那就等于就是停火了嘛 所以这个中国也是希望往这方面走 美国承担这么大的压力 也是希望以色列往这样走 对这当然就是希望说 这个局势能够稳下来 然后呢真的是战争赶快结束 解决这个问题 那另外再来看到说 为什么委员说这次 中美的国际身亡两样情 中国大陆是拿到了更大的一个加分 尤其中东穆斯林 现在呢也都是倒向了中国大陆 那重磅消息是包括了 像沙特 沙特更重要走得很近 那最近呢11月29号的时候 亚洲首支沙特的ETF 在香港交易所挂牌 这真的是很重要喔 因为呢香港财政部的司长就说 ETF啊 这个就是一带一路 金融互惠的一个里程碑 沙特的公共投资基金 副行副行长哈米德说 沙特向国际投资者开放的承诺 要迈出连接香港跟沙特资本的重要的一步 那这是全球最大的沙特ETF 那香港的证监会这个总裁 他也说这能让香港投资者以低成本来投资沙特 沙特很多公司是很赚钱的公司 包括石油业啦相关的产业啦是相当赚钱 可是他在国际上很少到处挂牌 对于这一次答应这个香港的公司 好像一个证券公司叫南方东英吧 去发行这个所谓的沙特的ETF 也就是说在香港募集的 用ETF募集资金可以去买沙特的股票 可以买沙特的股票 那因为是在交易所里面交易的ETF就是 在交易所买卖的基金 他就没有赎回的问题 没有赎回问题的话就完全看 你在沙特这公司基本面如何 也就是沙特愿意把股份卖出来 而且又没有股权分散的问题 因为ETF的人行使股东权利是间接行使的 那对于这个沙特来讲 他也是因为跟中国的关系 越来越你浓我浓 那中国的一带一路本来就是 不只是货物运输 不只是电信系统 他也不只是贸易线路 更重要就是资金的流向 能够产生资金的互补 现在中国大陆有多余的投资 中国大陆很多保险公司 很多银行手上烂头寸一堆 又不敢再贷款给这个什么 这个房地产 也不敢投资房地产 那钱往那边去呢 就要找到一个合理报酬的地方 所以发行ETF 就给中国的资金 可以买到沙特的一个 证券的产品 那一样沙特也是准备很多钱 准备投资中国的大湾区计划 大湾区计划很多的公共建设 很多具体的项目可以投资 这个叫相得益彰 对所以香港的国际的地位 也会因为这个关系而更上一台阶 委员不断提醒说 中国大陆一定要把香港 再擦亮他的金字招牌 因为香港是很重要的一个 中国大陆开放的一个象征 好那说到这一次还包括什么呢 中国大陆跟沙特的央行 也签署了双边的本币互换协议 互换规模呢是500亿的人民币 对260亿的沙特里牙尔 这当然数量比较少 不过呢这只是第一步嘛 另外呢中国大陆央行行长潘公胜也说 我们要不断优化跨境人民币 业务的政策的体系 强化香港的国际资产的管理 跟风险的中心的这个功能 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 然后阿联酋呢 央行行长也说 也跟中国大陆 有互换规模人民币 350亿人民币 对180亿的迪拉姆 然后呢人民币已经超越欧元 成为世界第二大的贸易融资的货币了 贸易融资当然不是第二大的贸易量 第二做结算的货币 它是贸易融资 因为中国大陆出口量很大 出口的时候要借这个钱给出口商 或借钱给进口商 中国大陆当然相对的 这个业务就会快速的成长 这是一个好现象 那至于所谓的货币复换 我跟大家说本一下 什么叫货币复换 因为我们到银行里面 想说换各种货币 什么印尼一大堆货币 越南表上挂了一大堆 你就问说 银行里面的钱从哪里来 银行里面可能会跟 从其他银行里面调来调去 最重要当然最好是 中央银行里面调得到 那中央银行里面怎么来呢 它有没有在做进出口贸易 这个金额跟进出口贸易金额 未必对得上啊 那中央银行里面跑去跟对方说 那这样好了 我们定一个汇率 你给我一笔钱 我给你一笔钱 那有的时候还会规定说 隔了一段时间 我们用原来的汇率再换回来 也有这种 那比较少啦 那这种货币互换的东西 你中央银行拿到 其他国家的货币 你就发到 转到各个商业银行里面去 所以要买这个沙特的 这个物品的话 你不一定要用美元去付 你就直接用阿伦绣的 或者是用那个沙特的钱 去支付 相对来讲 对很多的财务操作的话 它中间的金融成本就会降低 就少了一个换汇的 对没有错 因为央行已经把你换好了 对 所以这种货币互换 就表示我们两个交钱很好 我不怕你货币跌 你也不怕我货币跌 像前段时间大陆 找工商银行去跟阿根廷 这种货币互换就吃了大亏了 对啊 因为阿根廷真的是 这个币值不断的贬值嘛 那委员你怎么看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美元 它为什么成为国际的货币 因为它跟石油是绑在一起 有国际上的一个定价权 尤其是现在呢 会不会慢慢的崩茧呢 去美元化的这块 当然没那么快 阿联酋说要跟数个国家 用当地的货币结算 续签石油跟天然气的协定 那其实呢 印度跟阿联酋今年9月呢 也用当地货币来进行结算 但是印度的币值 真的也是值得商榷了 但是沙特也愿意接受 当地的货币来购买石油 讲的是中国大陆人民币的这一块 那其实金砖呢 也扩及了非常多的成员国 都是跟中东有关的 阿联酋沙特埃及等等 所以呢 去美元化被说 像是与日俱增 现在还不能叫去美元化 现在叫降美元化 还在降的阶段 因为俄乌战争了以后 让很多国家发现说 你美国怎么可以 用这种方式 把人家私人的美元的财产 给摸索到 有时候因为政治原因 你把别人家政府的冻结就算了 怎么连私人都会被拿去惩处 因为俄罗斯很多富豪 在里面吃大亏嘛 因为他们太相信 美国那一套所谓自由啊 人权啊 就发生说他们遭殃了 那你说 中东的富豪会怎么想 吓死了 他基本上 公家跟个人 没有分得很清楚 皇室财产就这样了 亲王财产也是这样子 他们大部分都绑在一起了 所以他如果哪一天 逐渐的降低美元的使用的数量 是一个正常不必意外 尤其是他现在中国大陆崛起 人民币是可以变成一个 很可靠的货币啊 只要人民币的使用上面 不要受到太大的限制的话 他愿意增加人民币的持有量 增加人民币的持有量 你买他的油也可以用人民币 如果他回过台拿着人民币来买你东西 或投资你东西 比如他拿回来投资大湾区 就有所本了嘛 所以这是一个互惠的 而且现在两边实力相当嘛 所以对于中国跟阿联酋 中国跟沙特 都是一个开始场势 很好的这种金融的互惠 对就是一个降美元化 是一个最近看到的一个趋势 那不只是中东国家在降美元化 那其实东盟国家也在降美元化 不想用美元嘛 俄罗斯更不用说了 因为他也被你制裁了 好那不管怎么样呢 那这个金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从经济的到政治层面也是如此 最近我们看到 习主席在金砖的会议当中 也提到了尾巴勒相关的问题嘛 另外再来看到 阿根廷你真的也不要傻乎乎的 说什么要退出金砖 然后呢要炸掉央行 全部用美元 但这一次呢 你到了美国之后 看不到拜登啊 你跟谁见面呢 阿根廷当选总统米莱啊 然后呢跟谁见面 跟呢 Solomon 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见面了 结果没见到拜登啊 那看到说在经济议题上说 希望能够建立呢 牢固的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苏利文这么说 还说能够在清减能源 跟技术投资 有共同优先的事项 阿根廷有哪些这些 清减能源跟投资啊 另外还说商讨 这个跟INF 440亿美元的交易 好说到INF这块 他本来也想跟 INF总裁乔治艾华见面 但是乔治艾华跟米莱呢 根本就没有如期的举行会面 反而呢 他只有跟谁见面 这个是之前的总统 柯林顿见面 我只能叹你口气 你跟苏林见面 谈经济问题干什么 苏林是国家安全顾问 你搞政治的 经济不归他管 你跟艾伦讲还有一点道理 或者甚至你跟布林肯讲 还有点道理 你要准备打仗 还是你要想要把福克兰群岛拿回来 找美国商量 美国才不会理你这一套 那是英国 他一定跟他站在一起的 英国是他的body body 什么可能 这个亲疏的亲众 美国很清楚的啊 对的 那你阿根廷搞了老半天 你美国总统不在 你已经是当选人了 他还不接见你 这很怪啊 理由很简单嘛 看你没嘛 看你没有嘛 你是什么咖 对啊对啊 然后你找柯林顿 柯林顿你退休那么久了 柯林顿跟他会见面 是因为他们两个 是共同的金主 共同金主 金主牵线啊 那另当别论 要给金主一点面子 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效果 没有嘛 对 而且你这个 阿根廷新总统啊 这个坦白讲 他说他念经济学 我都很怀疑 是哪个学校叫出来的 一查 没听过这个学校 跟你不一样 叫出来 不是一样不一样 你至少有个 比较清楚的经济概念啊 后来发现 原来他的经济学 就是在讲股票市场 那就算了 他在名嘴嘛 名嘴要得学士嘛 对他就乱讲一通啊 不要讲北 他说要全部使用美元 要去阿根廷自己的货币 那好 那你美元从哪里来 美国要不要给你 借你啊 所以拜登躲啊 躲啊 有道理 我们才不跟你借呢 你要跟我借美元怎么办 对对对 有道理 对啊 所以你看 他当选总统之后 他又开始讲话 变来变去了 因为呢他真的有点觉悟了吗 他说选前说什么关闭央行 才用美元 选后说不会跟中国大陆 俄罗斯跟巴西断绝关系 关闭央行也是不可能讨论的问题 对他本来找了一个他自论很行的人 就我们发现 对 这个啦 他那个 这个人只是MBA 他又跟央行没有关系啊 对 每个人都会乱讲央行 他不懂央行 都乱讲一通 这两个人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 现在发现不行了 因为你没有央行 谁要借钱给你啊 对啊 你会借钱一个国家 没有央行的国家吗 不可能嘛 对啊 所以这个选举就是 我能体会 因为阿根的人民真的走投无路 生活很绝望啊 所以变成说 好吧 我都赌一次吧 选个疯子来当总统一样 选个疯子当总统 但是这个也要知道事实 就是国际上的局势 重大是往上走的 你怎么可能退出金砖呢 尤其最近他们也举办的 这个除了进口博染会 还有链博会 那希望能够变成共银链 维�你怎么看 这个供应链的这些 或者其他的这个博染会 对中国来讲 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扩大 它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 第二个扩大中国成为 世界市场的影响力 因为越多人到中国做生意 中国被美国围独 打压的机会成本就越小 对 代价就会越低 因为举个例子 如果美国的五百大 每一个人在中国大陆 都有庞大的投资 看你拜登怎么办 这很简单的道理 他警署爸爸都在做 对啊对啊 你要制裁 那我美光稍微打一下 你就觉得很痛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非常杰出 而且非常冷静的战略 当时这美国不断地 打中国大陆 打压的时候 中国大陆很多人很生气说 我要反击我反击 但是习近平跟他的政治局 脑筋一直都很冷静 是 慢慢慢慢地处理 终于让美国发现说 中国这块肉有够硬实在咬不下去 对啊 那就放弃了 所以现在有点慢慢在放弃的一个阶段 没关系啊 我们都看这个 未来这个拜登会不会当选 再来决定 到底说下一步怎么做 看起来他的当选历史 现在不断地在快速下滑当中 对啊最近13份民调说 拜登竟然输了11份 那真的是你啊 要好好看清楚 美国跟中国大陆到底呢 这个博弈战呢 谁英雄比气场 您觉得是中国大陆会赢呢 还是美国会赢呢 来聊天室一起互动喔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剂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折扣